不论你现在在哪里 牧师在台北这边问候大家早安 或者是晚安 无论你是在亚洲 在北美或是在欧洲 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的一个地方 神祂都与你同在 让我们今天转眼来仰望 这位救主耶稣定睛在祂身上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我知道我们今天有不同的地方 从不同地方来的弟兄姐妹 还有是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第一次 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 那我在这里呢 再次来要求也邀请你 把我们这个连结呢 马上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尤其是在国外的朋友们 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 特别是那还不认识这个信仰 这位救主耶稣的朋友们 好不好 就在这个时候就来分享 因为我相信呢 神要对你来说话 今天神有一句话 有一个信息要给各位 因为呢 祂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呢 祂是开道路的神 祂是为你开道路的神 英文说 God will make a way 相信今天神呢 一定会为你来开路 我自己有四个儿子 那其实呢 我们现在因为孩子都大了 那在世界甚至是 有的在亚洲 有的在美国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现在都聚在一起 但是呢 我的孩子呢 有的还在求学 有的是在工作 有的是在求学 但是呢 因为疫情一发生的时候 工作也受了影响 然后呢 学业也受了影响 亲爱的朋友们 不晓得你在这个疫情里面呢 你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你知道有时候呢 我们一辈子做的预备 可能我们做的计划 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一个规划 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安排 但是呢 因为这个疫情突然的临到 我们很多原来的计划呢 不是暂停了 或者是完全不晓得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的其中一个儿子呢 现在是最后一个学期 他就可以毕业了 但是呢 现在没有办法回到美国去 或者是学校根本没有开学 所以很多是我们本来计划的 甚至有的是本来计划 要出国去留学的 或者是你的工作上面 你做了各式各样的一个计划 甚至是你需要去旅行的 你需要出差的 或者是你的家庭有很多的一个计划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一个关系 甚至有可能连你的健康 都受到影响 在这个环境里面 在这个时空里面 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是 我们的计划 一切所安排的突然停止了 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 那到底有这个信仰 没有这个信仰 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呢 别人受影响 这世上的人受影响 我们是不是也受影响呢 What's the difference 还是呢 有信仰没信仰 我们所遇到的事情 或是我们面对处理 所有的事情的方式呢 人就是一样的呢 那这样子有信仰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呢 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 其实这位神呢 祂是可以为你开道路的 所以无论你是基督徒 你不是基督徒 你都需要听这个信息 这位神呢 会为你开道路的 祂是为你开道路的神 God will make a way for you 今天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首先呢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 这是今天我们所 要看最主要的经文 以赛亚书的第43章第19节 以赛亚书第43章第19节 那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我请你做一点笔记 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呢 就算今天我们的直播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花时间 再去读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无论你在哪里 我们一起大声把它朗诵出来 因为这是神的话语 今天呢 不是读给别人听的 是读给我们自己听的 包括牧师现在讲 我在分享的时候 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都是认为神在对我说话 也是在对你说话 我们一起大声来念出来好吗 以赛亚书第43章第19节 一起来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再念一遍好吗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们 这是神的话 神要对你说 看啊 祂要做一件新事 祂是开道路的神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读前面后面 你会发现祂再一次 祂一而再 再而三地说 祂是神 只有耶和华是神 只有祂是我们的救主 好吧 我们一起祷告 把你的心敞开 让神今天 借着圣灵来对你跟我来说话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阿爸父啊 我们承担一个感恩的心 来到主你的面前 主啊 祢帮助我们 在现今的这个时刻里面 可以听见祢的声音 知道祢的心意为何 更重要的是 可以知道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当行何样的一个道路 亲爱的主啊 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 可以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 只有祢的圣灵 也就是真理的灵 可以引导我们进入 那一切的真理 亲爱的圣灵 祢光照我们 让我们里面的眼睛 可以真实地打开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看 看不见 也看不明白 我们何等需要祢光照我们 打开我们里面的耳朵 让我们可以听见 祢宝贵的声音 主祢让我们心里 是可以明白 是可以醒过来 可以知道祢的心意为何 以至于我们整个人 可以回转归到主祢的面前 但是那一切 拦阻人来听见祢的声音的 教会在这个地方 要同心合意地 奉主耶稣基督圣灵命令 祂都要离开我们当中 离开所有的弟兄姐妹 主让我们都可以听见祢 遇见祢 知道祢是那又真又活的主 阿爸父 我们需要祢 我们要紧紧抓住祢 是的 我们再次定睛 在祢的身上 让我们都转眼 来仰望祢的儿子 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祢 奉主耶稣基督 祢保贵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 你知道神是开道路的神 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很多时候我们脑袋知道 我们知道神是为我们开道路 我们知道神是可以的 神可以帮助我们 而且神是独行歧视的 特别在不可能的事情上面 祂都可以做得出来 旷野 什么叫旷野 旷野就是没有道路的地方 旷野就是在城市以外的 旷野就是完全是荒芜的地方 怎么会有道路呢 沙漠 沙漠就是干旱之地 沙漠怎么会有江河呢 但是神呢 祂要特别在你不可能的环境里面 为你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亲爱的朋友们 你要仔细听 你可能不是认识这位神 或者是基督徒 你认为你认识 你认为你知道 但是呢 你的经历呢 却是非常可怜的少 你知道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好像这些好事呢 神所说的这些事情 这些应许都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就是不如发生在我身上 为什么呢 今天呢 牧师要花一点时间 跟你分享 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你真的要仔细地听 这关乎你跟你的全家 关乎到你一切所有的 你要仔细听 亲爱的朋友们 你如果还不认识这位神 现在是认识这位神 最好的一个时刻 首先呢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明明知道神 祂的应许 祂开道路 开江河 神会发生的路 为什么我没有经历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 在初埃及记 前几天有一位姐妹 她提醒了 我之前讲过这篇道 那我先用这一小段的 来跟各位分享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 在初埃及记的第三章 第七节到第八节 这个是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 就是神如何透过摩西 来带领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进到迦南去 我们一起来看 初埃及记的第三章 第七到第八节 我念给你听就好了 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 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受都公的挟制 所发的哀声 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各位注意 耶和华神说 他看见 他看见 他的百姓所受的困苦 他看见了 他受都公所挟制 所发的哀声 他听见了 然后他说什么呢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第八节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 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了那地 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我们先停在这边 请你注意我这边 那个时候你知道 以色列人在埃及 是当奴隶的 不是短暂的时间 是世世代代在埃及 他们四百年之久 都在那个地方做奴隶 所以他们所受的那个困苦 他们的哀声 都达到神的面前 各位 我非常地喜欢这一段的经文 尤其在第七节 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的百姓 所受的困苦 我看见了 注意 我看见了 他们发的哀声 我听见了 我原知道 他们一切的一个困难 他们的痛苦 我都是知道的 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们 你知道吗 你的情况 可能没有人知道 你现在在哪里 虽然我们刚才也讲说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欢迎你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 你真实的一个情况 现在所处的 但是 好消息是 他都知道的 他看见 他听见 他说什么呢 他原是知道的 第八节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 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了那地 到美好宽阔流奶与密之地 各位 现在是关键 你仔细听我 仔细看我 这是神他的一个应许 神说 我看见 听见 我知道 我特别下来 各位 你是否明白 这位神 不是离我们很远的那位神 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位神 这位神是 以马内力的神 亲爱的朋友们 我不晓得你现在 遭遇什么样的一个景况 但是我知道 全世界 基本上都受了影响 没有人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 非常不确定 不确定 接下来到底是怎么办 其实呢 大家都在观望 都在等待 甚至有一些人呢 你已经受到极大的一个影响 受到很大的一个创伤 你不晓得说 接下来 还有没有任何的一个盼望 亲爱的朋友们 若是你 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很痛苦的当中 或者是你家人受到了极大的一个影响 你里面非常的恐惧跟害怕 我一定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耶和华神是知道的 他知道你的困难 他看见 他听见 他也明白 更重要的是 他知道没有用 他一定要下到我们这边来 他一定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 所以我想跟你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呢 他真的在意你 他不只知道你 他还要进到你的生命里 但是呢 你一定要让他进到你的生命里 因为他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有计划的 你说牧师啊 我都知道 我也听过了 神爱我 在我生命当中有计划 我就是不知道那计划是什么 请你看我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以色列人呢 不断地向神哀求 你来拯救我吧 你来拯救我吧 所以在这边第八节 神说呢 我下来就是要来拯救他们 脱离埃及人的手啊 神就是要拯救我们 但是这边有一个 蛮大的一个落差 是有一天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 我在这边读的时候 我突然明白 这中间的落差是什么 这也是很多的神的百姓 所拥有的一个落差 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神明明知道我的情况 为什么我还这样子卡着 请你注意哦 因为呢 当神的百姓 以色列人在求神拯救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是希望神在埃及拯救他 我在埃及受苦 但是基本上我几个世代来都是住在埃及的 所以我希望神 你来帮助我解决我现在眼前的问题 我现在面对的这些的困难 你帮我解决吧 但是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神说呢 他的计划不是要他们留在埃及的 他的计划是希望他们可以离开埃及 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地方 是宽阔之处 流乃与密之地啊 看我看我看我 我真的很需要你注意 听我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对神有期待 我们期待你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Here 在这里 神说我看见听见我也明白 我特别下来进到你的生命里 要把你从这里带到那里 到一个宽阔 美好宽阔 流乃与密之地 换而言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们 神对你的安排 跟你跟我所想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直想说 神啊你什么时候解决我这里问题 那个问题 神啊你怎么样子帮助我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困难 我们的眼光 所有的注视是现在 我现在眼前这个工作 我现在眼前这个困难 我现在有这个财务的问题 主啊你救我 我们整个想的就是 帮我现在 但是神的计划是不一样的 神会为你开道路 祂根本就是开道路的神 但是我想跟你表达的一件事情呢 祂拯救你的方式呢 跟你所期待 你要的 你所关注 你所看的呢 非常有可能 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以色列 一直到要进 迦南美帝的时候 应许之地的时候 他们还在说 想回埃提 这真的是很为难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神一直说 我是神啊 祂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我们说不要啊 我要原来的 我要旧的 I want to go back to before 我要回到以前 不要改变 我希望一切回到正常 但是我在跨 不断地在分享 很有可能 我们接下来所面对的 跟你所有以前的 都是不一样的 神可能要带你走一个旅程 一个旅程 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的 所以第一 我们很多的时候 没办法看到神 为我们开道路的原因是 你的期待是在这里 而祂的计划是那里 祂说那是美好 宽阔 流奶与蜜之地 除非你信得过祂 你习惯在埃及 你现在怎么有办法离开呢 你想想看 以色列人待在埃及四百年 现在要离开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我要跟你讲的 为什么 很多的时候 你觉得神好像 没有跟你开路 因为祂要带着 跟你要的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认为 你仔细听 这是每一个 都是不一样的一个观念 你要非常仔细地听 我们认为主要帮我 开一条道路 祂要帮我解决 祂帮我开一条道路 但是呢 我读一段的经文给你听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六节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六节 祂是这样讲 这相信我大家都是 非常熟悉的经文 第六节这样说 耶稣说 耶稣说什么呢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再念一遍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你说牧师 这段经文 跟这个有什么相关呢 没有错 耶稣讲说 祂是 He is the way 到父那里去 这个没有错的 一个人要得到拯救 的话 祂是唯一的道路 He is the only way 没有错的 但是今天我又借由这段经文呢 告诉你有一个不一样的 一个应用 但是呢 这跟你跟我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你仔细看我 我要跟你讲一个概念 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希望 祂 给我们一个 solution 听得懂吗 祂给我一个答案 一个解决事情的方案 或者是帮我把这个问题解掉 但是圣经想告诉你的 是我想跟你表达的 就是 其实我花很久的时间呢 在这些年在追求主 后来才明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听哦 祂就是答案 祂就是答案 我们希望来到主的面前 求主给我开一条路 给我一个答案 但是我后来明白一件事情 主 就是答案 主 就是道路 所以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 就有路了 不是主 另外再开一条路 而是主 祂自己 就是那个路 你知道我们要的是不一样 真的 我们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再跟你讲一遍 主他自己就是路 所以当一个人 单单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你听哦 很多人问我说 牧师啊 在现今的时刻 我该怎么做 好像神没有特别告诉我说 第一条 第二 第三 每一个答案在哪里 好像没有给我 一二三 给我一个计划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模糊 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真正遇到这个大环境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的信仰是真的是假的 你的信仰到底对你有帮助还是没有帮助 你骗不了人 你知道在环境非常好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我们里面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 只有真正遇到事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里面相信的是什么 所以就有人问我说 那我到底要做什么 我没有听到神告诉我现在要怎么做 听我讲 听我讲 每一个人答案都是一样的 它没有那么复杂跟困难的 就是听我讲 当你专心地来寻找祂的时候 当你专心来要祂的时候 你找到神的时候 就是找到路 你找到神的时候 就是找到方法 你找到神就是找到答案 你可能还没有听懂 容许牧师再重复一遍 你仔细听 不是他给你什么什么什么 而是当你有了神 你就有了路 就有了答案 你的关键是来找寻祂 耶利米苏 我念这一段经文给你听 耶利米苏说什么呢 第29章第11到第13节 我跟各位讲 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经文 也非常喜欢用 但是都没有仔细地思考过它里面的意思 耶利米苏第29章第11到第13节 我快速地念给你听 因为时间的关系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停在这边 他的末后是叫你说 叫你未来 hope 神要给你hope and the future 神要给你盼望 也给你一个未来 第12节 他说什么呢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第13节 你跟我一起念好吗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什么叫做专心 专心就是 它不是二心 专心的意思 它就是一心一意的 我记得你知道在当一个父亲 你知道孩子小的时候 最困难就是他生病的时候 我记得小时候 这个孩子小的时候 有时候发烧啊 那种发高烧 是那种超过40度以上那种高烧 然后给他吃什么药 打什么针都降不下来 你知道做一个父亲的 父母亲的心里面非常的焦虑 我就是一个牧师 一个传道人 你知道我在祷告的时候 开口也是神啊 纪念我这个儿子 闭口也是神啊 纪念我这个儿子 神啊 你真的是帮他的烧降下来 我没有时间为什么祷告 那个祷告 我就一心一意 只有一件事情 专注一件事情 各位 什么叫做专心呢 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这是一个应许 就是 看我 你一心一意的 你就只要一件事情 你没有时间求别的 神我就是要你 神说你专心的要我 我一定给你寻见 亲爱的朋友们 弟兄姐妹 尤其是已经信主很久 你要仔细听 你信主很久了 他有一个麻烦是 你认为你都懂 但是你会发现 你实际的生命里面 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他给你另外的解答案 答案很简单 你专心的来要他 不是寻求他给你什么 而是寻求他自己 你专心的要他的时候 神说他会让你寻见 专心很重要的 我再多讲一点 人不能遇见主 不能经历 他是行神迹的 旷野开道路 沙漠开江河 这叫做神迹 神特别喜欢做那些 人们认为说 不可能的 我没办法的事情 当你举手投降 说没办法的时候 这一定是神 他要介入的时候 我听过N个见证 太多的见证 都跟你讲说 人的尽头 神的开头 那你就问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很害怕 听到一些见证 很不错 人的尽头 神的开头 但是你知道吗 人们害怕说 一定要这么惨吗 不是一定要到尽头 神才会开头 而是呢 我们人呢 有太多的专注的所在 我们不认为 神是唯一的道路 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打电话 看谁可以帮忙 或者是 我有钱 可以什么样子解决 我有什么样的一个人脉 当然我也会祷告 各位 现在问题来了 问题是这个样子 我们从来遇到问题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想 我有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 去解决它 去处理它 我们认为 我们自己可以 神只是帮助我的 其中一个方式 甚至有时候 你根本没有考虑到神 容许我这样跟你讲 好不好 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基督徒 你如果还没信耶稣的 你仔细听 这很重要 这是天跟地 白天跟晚上的一个差别 差别在哪里 差别是 这位神 是不是你唯一的道路 还是他 众多的路 的其中一个路 很少有基督徒告诉你说 我不信靠这位神 你容许牧师讲一个 可能会冒犯你的话 你虽然相信神 是道路 是你的帮助 但是 你不认为 祂是唯一的 你认为 我还有N个选项 所以很多人 遇见神 都是他N个选项 全部都没了 最后只剩下他 他不得不 专心地寻求他 而这个寻求的过程 遇见了主 发现他是 又真又活的上帝 我的服事神 超过25年的一个时间 你知道很多人 他很困难遇见神 的一个原因是 他可以依靠的 人事物 多得不得了 所以他遇见神 如果他是一个 很有能耐的人 很有资源的 他不大有机会 遇见神 因为他的方法 都处理了 你是否知道 其实我在 整个人生的道路里面 我没有很多的资源 我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一个人脉 我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了不起的一个背景 我的困难问题 其实也很少人知道 因为你知道牧师 都是要解决人家的问题 帮人家祷告 很少人会问牧师 你有什么需要 我可以为你 做什么样的祷告 所以以至于 我在服事的过程 在过去的 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面 多次 因为我没有什么路走 我只能紧紧地抓着神 来到祂的面前 来向祂祷告 因为祂是我唯一的依靠 唯一的方式 我跟神讲说 我羞于向别人开口 但是你是我的阿爸父 我要大大的向你开口 阿爸 你帮助我吧 所以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 祂是道路 你有了祂 就有了路 你只要抓住祂 是祂带领你 不是你自己要想办法 走你想要走的路 你让祂带领你 这是第二 第三 让我们有些人 在这个环境里面 非常的痛苦 甚至有的是忧郁 有的是情绪 非常的不好 甚至是 常常带着愤怒的心 有的呢 甚至是什么呢 自暴自弃 完全失控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容许牧师再跟你讲 这是我们基督徒 一个非常重要的迷思 我先稍微复习一下 第一个 为什么呢 我们没办法经历神 是一个开道路的主 是因为呢 因为什么呢 我们注意的是这里 而不是神要带领你所去的 第二个呢 我们的方法错误是 我们希望神帮助我开路 却不知道神 祂就是道路 祂就是拯救 那当你路多的时候呢 你就不来依靠祂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基督徒有一个迷思 就是什么呢 他仅仅抓住神 是要神帮助他 去得着他真正想要的 神只是他使用的一个手段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样讲不好听 很难听 很多的时候我们来侍奉神 爱神 奉献给神 都是希望他为我成就 我想要成就的事情 你明白我在跟你讲什么吗 其实神不是你的神 你的神呢 是你仅仅要的那个 我要这个成就 神啊 如果我有这个事业突破了 我做了这一笔 我就成功了 我就快乐了 如果没有这个 我就完蛋了 你跟我 包括传道人 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是一样 有一个我们非常想要的 这跟第一个不一样 我刚刚讲第一个事 我只想留在这里 我不想改变 但是呢 有些人他想要的事 不是他 神要给你迦南美帝 应许之地 可是我们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才是我要的 你知道吗 除了神 你别有所要的 他会带给你极大的痛苦 基督徒为什么还忧郁 基督徒为什么到一个地步呢 他活不下去 愤世忌俗 失控的一个生活 这跟神说要给我们的平安呢 有何等大的一个不同 你听我讲 我时间又开始越讲越久 快超过了 我一定要加速讲 除了神以外 你别有所抓的 或者是那才是你真正要的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设定 有了这个我就快乐了 有了这个我就成功了 没有我活不下去 这一个才是你的神 所以除了耶和华神以外 你有别的神的 你会失控 你会痛苦的 所以你如果觉得非常忧郁 我可不可以告诉你 这个你抓的 有可能就是你的健康 有人认为健康是他所有一切 是他所骄傲的 是他所追求的 结果你失去了 你跟神过不去的 这是你要的神 我向你祷告 我开口赞美 我敬拜你 不就是为了一个健康 结果没有 有人是 我不是要这些 我也不是要财 我要我的家庭 我要我的孩子 我要我要的 工作 关系 各式各样的 仔细听哦 你要的这些东西呢 不是不合法 你要的这些东西呢 不是不好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些好的事 没有一个可以取代 这位神 很多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神我要的不多 我只是要我这个孩子 你听我讲 可是呢 有可能 你抓得太紧 如果神要你放手 你百般的不愿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晓得 但是你仍旧 应该只有紧紧的抓住神 你才有路可以走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神 我鼓励你 接受他 邀请他进到你的生命里 我很大胆的跟你讲 你试试看 你紧紧来跟随他 专心的来寻求他 你看他会不会按照 他给你的应许说 他让你寻见他 你试试看 你如果还没有受洗 归入基督的名下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都要给你机会 来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 一个人要接受这位主 他是有动作的 他的信心是有动作的 就是一个人受洗 归入基督的名下 我们的同工会把 受洗的这个消息带给你 另外一个我要跟你讲的是 可能你现在的情况 非常的困难 你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个信仰 或是有人帮你祷告 你知道这个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同工 在stand by 在zoom里面 要帮助你 要跟你谈一谈 也为你来祷告 其实你就可以去 你有机会就可以去了 如果你还没有受洗 我鼓励你 报名受洗 我们要更多的把这个信仰 分享给你 如果你需要祷告 如果你觉得是 你有很多的苦 你不晓得跟谁讲 我们有陪谈员 在等候 最后我要跟你来念这一段的经文 在历代志下 第七章 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 我们用这一段经文 来结束 历代志下 第七章 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 我们一起 大声来念出来 从十三节开始 十三节说 我若使天 必色不下雨 或使蝗虫 是这地的出产 或使瘟疫 流行在我名中 第十四节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看我这里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朋友们 无论你是谁 神要我们谦卑 来到祂的面前 专心寻求祂 各位 谦卑的意思是 你要看清楚 我们人真的能做得好有限 我们之前都认为 人是万能的 但是一个病毒 我们全部被打趴的 无论你的国家的力量是多强 都不得不服下来 就是你眼睛一定要看见 人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人要谦卑 来到神的面前 把我们的方式放下来 神我单单要你 来寻求祂的面 今天最后 就是用这一节来结束 他说什么呢 要转离我们的恶行 你寻求祂 之外 你还要有一个回转 为什么 我们人在走我们的路 我们每一个人 要走自己的道路 祂在那边跟你讲话 祂在那边对你说话 你要寻求祂 你需要一个转向 单单来寻求祂 但是我告诉你 人不愿意谦卑的话 祂觉得自己是 somebody 我了不起 我什么都可以 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 规划来进行的话 你绝对找不到祂的 神会任凭你 走你要走的路 我鼓励你 不要这样 基督徒也好 朋友们也好 我鼓励你 你看到 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 我真的鼓励 人要谦卑 自卑 在神的面前 转过来 寻求祂的面 而这个回转 就叫做悔改 你要离开 恶行是什么 你原来所走的路 有一个回转 来到祂的面前 我相信 你会经历 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明白你有了神 就有路 He is the way 找到祂 就找到路 所以怎么找到祂呢 专心 专心寻求祂 祂一定让你寻见